你好,这是我们公司的一款非线性节点 首先这是一个开机点,这是一个插耳机的地方 首先咱们开机 可以看到启动中 好,这是咱们启动后的一个画面 首先咱们如果探测的话,直接点这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探测了 这是一个电动板,可以看到 它就开始报警了 然后我给说一下咱们一些界面的一个省置 这是第一个是功率选项 功率咱们默认的是10 为了那个电量平衡的考虑 如果咱们对那个希望的反应更灵敏 探测距离更远的话 咱们可以把功率调到最往上调 这是频率 频率咱们默认的都是2640 这是磨刺 一个是二次斜坡 还有一个三次斜坡 二次斜坡主要就是测了这种普通的电路板 三次斜坡主要用来测那种节点 也就是金属和金属交叉称之为一个节点 主要是用来测那种大量节点的一些设备 当然并不是说选择二次斜坡之后 那个节点都测不了 只是说它最重要如果我选了二次斜坡主要是 它的意思是说主要是用来探测电路板 如果我选择三次斜坡 我的意思就是我主要是用来探测那个线路一类的东西 而不是电路板 这是为了更明确的探测的目标 还有个声音这是咱们那个探测的目标那个声音报警的声音的大小 这是一个灵敏度 关于二次斜坡三次斜坡的灵敏度的一个大小调节 可以自动调节 默认的是上面是二次斜坡是三 三次斜坡是七 还有这边有个设置 这边有语言 可以根据这个里面选择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和英文 还有个亮度 这是一个屏幕亮度的一个调节 还有个自动效准 这是如果咱那个测量不准的时候 可以按这个 它就是它会自动那个恢复一个出场设计 进行效准 这就是咱们 还有这边有一个加长梗 可以进行两接加长 这就是我们的飞线阶节点探测仪 我们的飞线阶节点探测仪 我们的飞线阶节点探测仪 我们的飞线阶节点探测仪